大家好,今天去釣魚了嗎?歡迎收看崔晃頻道 今天崔晃來參加這個群馬縣上野村的兒童釣魚祭 什麼樣的情形呢?等一下來跟大家做分享喔 從網路上查,群馬縣上野村的釣魚祭 是每年的大概五月底的六日 年一是六月開始,就要開始釣香魚了 有一個季節的切換 我也不知道場地在哪裡 反正看了前面家長帶的小孩 應該是要去會場吧?我們就去看看囉 好,看到會場了 前面空地,也就是昨天釣魚的地方 就是今天的會場 我們來看看是怎麼樣的情況吧 現在呢,活動的主持人正在介紹 這個參加活動的指導老師 還有呢,這個釣魚的區域在哪邊 釣路牙的呢,是在右手邊的區域 而釣的是左手邊 請上聰老師呢,跟大家介紹釣魚要注意的事項 然後呢,也請家長們呢,協助小朋友呢 來參加這個釣魚活動 好,現在呢,解說完畢 那請大家呢,各就各位 來參加這個釣魚活動 開始囉 好,輕鬆活潑又熱鬧的 群馬上野村 兒童釣魚祭呢,早上就開始了 那今天呢,看起來人數還蠻多的 大約有50組的大人小朋友呢 一起來釣魚 從這個,親子教學當中呢 了解釣魚的樂趣 那以後呢,也可以傳承給下一代 好,剛剛有一位媽媽呢 看我全身這樣的 有個SIMANO裝備呢 問我說,我是先生嗎 我不是今天擔當的先生來教大家的 不過我覺得蠻有趣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日本的家庭呢,還蠻有冒險精神的 現在呢,有一半以上的親子呢 都已經到河中間去釣齁 我覺得蠻厲害的 今天呢,我集的心水,吸水還蠻冰的 可是呢,太陽很大 沖沖沖這個冰水呢 還是覺得很舒服的喔 今天呢,來參觀呢 群馬縣上野村的兒童釣魚祭 覺得呢,這個活動呢 非常的有意義 因為呢,從親子活動之中呢 可以體驗到釣魚的 技術的傳承 而且呢,很多日本有名的釣魚老師呢 也親自下來 來,教小朋友釣魚 提升各種的釣魚技術 我覺得,這真的是非常的棒 好,以上呢,就是 日本群馬縣上野村 兒童釣魚祭典的 觀感分享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呢,到這邊 感謝大家的收看 那我們下回再見 掰掰 我主動的去找錦上聰老師 來合照 老師也很大方說 就一直照吧 然後呢,我們還拍了一段影片 真是很親切的 等一下呢,他說 十二點半 可以再跟我聊聊 我想說 好啊,就再聊聊 好,那期待接下來的一些想法看法囉